刘金定立杀三门又拐到南营 这南面营盘乃无敌大将林文善的元帅林营 可是丁多将广戒备森严 林文善早就得信 说有两个人闯营 但是他不动声色非常自信 我南城有四十万兵 一带连人扎出几十里还得不住两名宋将吗 甭着急一会儿就能把人抓住 林文善胸有成竹 稳坐率仗 净等到几呢 没想到从白天杀到半夜 也没抓住宋将 南西国来报 文帅 敌将刘金定立杀三门 杀死牙将 鞭打陈子南 刀屁雕渡武 建设眉生员 鞭打肺炎 挺立 并驳 好 林文善听报 如万丈高楼师姚阳 阳心断揽帮舟 哎呀 疼死我爷 怎么这么难过呀 上了这么多将当元帅的能不心疼吗 谁这么厉害呀 连上我数元大将 本说要亲自出战 抓住 刘金定为死去的将军报仇 他正发喊呢 刘金定来到南营 你们善想呀 找上来了 嘿嘿 真是找死 慌忙带队营战 就这么拦住刘金定的去路 当他抬头一看 是个女的呀 歇气 暗想 我以为丽莎三门者是相掌三头肩生六臂的英雄好汉 闹了半天 是个女的呀 她认为 女子只配生孩子伺候丈夫 继续练舞 也是活动活动 胳膊腿 为的是玩儿跳 尤其元前的刘金定 年方二八 明艳秀丽 这样调调就你 能力杀三门 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他不相信 刘金定 带马光看 一看对面的战事 就知道遇见相遇 眼下就是你死我活的一场雪事 弄不好 哎 做点麻格果实啊 想着这儿 问问心神用刀点指 哎 对面是什么人 赶蓝姑娘的去路 林文善没明白 还发愣呢 身旁的将官低声说 原帅 问你这样 问你话呢 你才回答了 哦哦哦哦 哦 本帅 林文善 乃女子 你是何人 啊 原来是吴迪将啊 实敬实敬 我乃 那双左山的帅主叫刘金定 双左山 哦 请问 双左山有个花族令宫刘大 那是你什么人 啊 那是我的父亲 哦 你是老令宫的千金 刘小姐 你们双左山坐落两国交界 一半在南唐 一半在大宋 和我们是蠢齿相连 应该是朋友 为何你与我大唐为仇 撞我连行 杀不见官 就不怕唐皇万岁 怪不得下来 超山灭债吗 刘金定想 我够累的了 正好借着说话了 我歇一歇 想这儿 他把刀 横在安桥上 不慌不忙说 林元帅 你说的怪好听的 我们是朋友 哎呦 什么朋友 我们双左山 有你这么个邻居 他倒了没了 此话怎讲 你们南唐兵将野蛮成信 烧杀抢劫 无所不为 在我们山下 狐作非为 非抢即夺 老百姓被害 转身赛道 你们君主 昏庸光阴 文官 堪招来把 武将残暴 袭杀 君主 热卓百姓 我双左山 乃功召带忙 替天行道 为您出害 并将尔党 诸敬杀绝 为您造福 林文上 文旭大怒 刘金定 我国好与怪 我国好与怪 跟你个战山的 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现在正和大宋 打仗 你不识宋朝 奉禄 就不该道贤 别与我为仇 此言差矣啊 我虽不是宋朝官员 但我乃宋朝子民 国家 金王大事 岂能坐势 不管 你是狗抓耗瘦 多管闲事 看来 你的阳寿已尽 本事 又领就领就 你的本事 好啊 姑娘 我奉陪到底 请 书完 劈刀带筹 准备交战 林文上 拿往前转 举起 锯齿飞连 把门刀奔 留金定的面门 抓就砍去了 金定 携身举刀 来个海底捞月 往外召架 两个人 马打盘魂 站在一起 林文上 受过高人点纯 名人指教 论刀法 在大唐 军为首位 力气大 刀法军 又能带兵 他的剑法也不错 百步穿扬 百发百重 前者 高怀德 胡言凤等人 都不是他的对手 今天遇上 刘金定 他可吃亏了 怎么 常见说 温雄出摘少年 刘金定 今年十八岁 四说好 子佑 回复学艺 受家庭军操 后来 被林山老母 带到 林肯天 紫霞工学艺 他的刀法 是林山老母教的 那林山老母 花费一辈子心血 研究出来 七十二路绝命刀 还怕不惊呢 榜民师 汇高 有切磋 记忆 刀法 练就 路我 重新 登峰造极 他把这些刀招 都交给刘金定了 刘金定在山上 学艺 九年了 他为了叫金定 练身体 长力气 学骑射 练刀法 没事 登山 采药 回来练单 练出大 补丹 要给金定福家 详斤壮骨 皮神养器 一来 为的是 让金定学成义业 给他顶门立护 二来 也为女子 张口气 怎么女子 就不如男人呢 刘金定 不负恩师教诲 林山老母的 心血 没白费 那金定 聪慧过人 体质又好 肉肯又宫 九年的光景 日夜苦练 现在不但刀法好 臂力也大 看她是个文弱女子 双臂 有几百斤的力气 所以她和林文善碰上了 毫不在意 所叹是 刚才她打了树阵 体力消耗太大了 林文善刚上阵 这是生力军 所以金定 加了十二分小心 两个人 打了二十回合 弄个平手 天光放掉 金定着急了 如果日出山竿 我不回到 东营外树林里 刘凯和我的丫鬟春兰 就得回双火山 送信 告诉我父亲 我没回去 我父亲必然着急 怕我出危险 他就会发兵授究 和大宋朝拼命 找高军宝要人 需要那样 我今天立杀四门 可就白费力气 仿而不美 不如我先杀出去 一来找一找高军宝 二来叫刘凯回山送信 免得我父亲着急上火 想到这儿 刀招一叽 啪 来个一马三刀 三刀来得特别快 又容大刀 刀出了空中 人风一晃 来个狮子摇头 往下作劈 林维赛见刘金币 刀挂风声 来势很猛 下啊 其他用砍刀 瓦声一蹦 啪了一声 蹦出去了 写蹦的力气 刘金币 翻刀头 现刀转 刀头在后 刀转在前 人家是三门 凑甲锥 迎面 点来 这一招 就白龙系终 奔林维赛的左眼睛 点进去 林维赛 手忙脚乱 切理合 这是什么招啊 哪有这么一手 那一起大喊刀 要光备横推 哪知道 金币这招是假的 打仗就是 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 林维赛 见林维赛上当 顺势 左手扳刀阵 右手推刀头 还可顺水推舟 随着喊着 看 刀 出事 林维赛再也躲不过去了 低头一臂眼睛 袖拥大刀 从林维赛的头上 刷就过去了 啪啪一声 震砍在头盔上 楼海带 扎啪一声就震过了 头盔被削在地上 林维赛的胡椒下飞了 战马 穿出好几丈人 她咧嗦 她咧咧嘴 摸摸脑袋 出了一身冷汗 头黑眉 下脏 被戳牌带 勒出一道血液 你也说了 林维赛 战高怀德的时候 何等威风啊 今天怎么戴着 刘天顶手呢 这里啊 有两个原因 一是刘金镜真有本事刀法奥妙 年轻力壮 二是林文善占高怀德的时候才四十八九岁 时隔七八年了 现在林文善已经五十五六岁了 做武将的到这个年龄该退休了 人老眼花力气简 心有力不足 所以两军镇上丢了脸 林文善恼羞成怒 挂着刀玩了玩耍技 取功拿剑 认透天贤 讲功拿开 随地喊道 黄毛丫头我要你的力 说完 对准刘金帝松动弓弦 松松松 连射三剑 头一剑 奔刘金帝的烟红 第二剑 奔前兴 第三剑 奔小虎 这三剑降果可不如意啊 因为三剑呢 用的劲儿有大有小 发出去 有先有后 但是 这三支剑 同时射出目标 这就看功夫了 所以躲一躲不了二啊 刘金帝多精明啊 手一眼快身子临边 看见他三剑发出 鸡毛 刷 身是忘乎一样 来个金钢铁板桥倒在马背上 这样能躲过头两支剑 第三支剑躲不过去 为什么呢 第三支剑射得低笨小虎 刘金帝已经探出来了 他急忙伸手 掠过箭头 一抬手 把箭杆抓住 翻身做起 林文善 你就这两架子吗 这是不是你的剑吗 哎 我还给你 是你探剑 说着 挂上大刀 摘下挂雷帮军 将接着的这支剑 搭上 没有射 而是决战马在林文善的马前 跑来跑去 这一把 他这一跑 掏起了尘土 乌眼瘴气 军兵背着灰尘 呛的 不敢睁眼睛去咳嗽 林文善也糊涂了 不知道刘金帝这支剑往哪射 因为战马来回打学 没有准 林文善害怕 心想 这丫头不瞄准 待会眼前乱转 不好防备 他在干什么呢 他越害怕 越紧张 越紧张 息越笑 眼睛睁得越大 眼中乱转 百倍 一旁 这下三无事咯 突然 林金帝一松风弦 这支剑射出去 谁也没看见射在哪 只剑林文善 哎呀一声 哼哼 摔在地下 像倒了半堵墙一样 可把敌将吓坏了 了不得我主将被射死了 无了 围过来 水灯下马 用手掺起林文善 哎 伤都拿了 伤都拿了 大伙找了半天 没找到伤口 有着大呼小叫 林文善 林文善翻身坐起 愣了半天 你们喊什么 哎 你哪受伤了 林文善心里也纳闷 是啊 我哪受伤了呢 他摸摸脑袋摸摸胳膊摸摸腿 哪也不疼 没受伤 没受伤 我怎么掉下来了呢 找了半天呢 他的马头发现了 有人说呀 您甭找了 这只剑射在这儿了 您看这块受伤了 林文善一看呢 哎 鼻子都气歪了 怎么回事啊 刘甄甄这只剑 没射人 而是射的马 正射在林文善 清宗兽的眼睛上 这叫射人先射马 勤贼先勤王 战马眼睛中剑 眼珠子冒了 腾着他一撂嘴子 把林文善扔在地上 林文善当众出手 拿手下人杀气 冲了众将喊 看什么 看我干什么 快抓刘金定 是 冲冰呼啊 追了过去 刘金定 为什么不把林文善射死呢 金定很明白呀 林文善一马三叶 剑术高明 被我接住一只 我若射他 也得对他用手接住 不如使继作 先赢他一招 所以故意的催马奔跑 晃他的脸神 林文善防不胜防 带马上身体来回乱转 脑袋呀 就那个波人骨子呢 刘金定一看不好瞄准 怎么办呢 哎 那只战马不动 所以刘金定 才建设马的眼睛 趁乱 冲进敌群 干嘛去啊 找高军宝去啊 他呀 还在敌群中找高军宝呢 高军宝早就进瘦州了 不止 瘦州的君主 发现男人 整乱了一夜 他们向赵狂运一报告 赵狂运当然要问高军宝了 君宝啊 你可知还有何人在敌人争杀 而这 高军宝没敢回答 为什么 这事 早没在封建社会婚姻制度上了 古代封建 男女有别 不许交往 如有往来 是为伤风败俗 高军宝派倒不敢您说 要个现在 没那么多事了 男女自由恋爱 先出个三年二年了 可以逛马路 看电影 有什么事 大的方法说明 多痛了呀 在封建社会不行 又当着文武群人的面 不好启齿 更主要的是 君记约束人 临阵收期 杀徒之罪 君忠不展不齐 君记不言 人心涣散 不打四乱 君老师啊 我刚到城内 就违反君记 犯杀头罪 不行 别说了 不说 就担心 刘金定来到城下找他 要是他说出 招亲的事 去不把我坑了吗 他眼周一转 记上心来 黄舅啊 孩儿杀的 温头水性 不知道何人 在我身后冲杀 可到城头看看 认识呢 就把他放进来 好 就这样 赵匡进 派张光远和高军宝 两人登上南城头 往敌营观望 这时 红日风声 霞光万照 远处随着有沙声 声音很小 看不清楚 高军宝 翘首相望 一阵内心 唉 刘金定为我下双左山 把我从重围中解决出来 我自己进了寿州 叫他苦战一夜 我真对不起他 再愿 蒼天长眼 保佑刘小姐 冲出地营 回双左山 等环朝之日 我在登山 扶京请坐 他又忘了一会儿 随张光远回到帅主 大家几数已定 拉开出岸 拿过酒杯持住 为高军宝摆宴 迎风洗尘 酒席前 众人一日纷纷 诶 昨天晚上谁那扎四门呢 这一批警啊 罗燕熙想起来 诶 先生我认识 昨天我在东城城上 观战来个女将 从敌人杀过来 这个女将报名叫刘 刘 刘什么来的 我没记住 说找高贤职 当时我不知道贤职 你的大号啊 说丑里没有这个人 他就走了 又说他是战战的 我没理呢 高贤职 你认识他吗 我不认识 赵匡进进 军宝 眼珠烂钻 眼语之无 知道有事 我这个玉职 长得救你 又有女将找 不是这小在外的招亲了 当初的叔叔在静阳 遇上李秀英 临阵招亲 有其俗 并有其职啊 哦 他也招亲 要是那样可糟了 我们在寿州被困 人心一散 他刚来就违反军规 我这当皇上的 又是临时元帅 不能答应 怎么办 按宫而断 得杀他 可是他们老高家 两根手 这么一个牌子 杀了 我对不起人呢 要不杀 郑思琴 天之任之 将来别人再招亲 弄些女子到军宫过日子 这还能打仗吗 得了 我外甥不说 我呀 也装糊糊不问了 就这么 纯臣开回上瘾 可是高军宝坐不住啊 他这京城是销声贵扬 水来几手 饭来张口 没过过苦日子 离开京城 没人伺候的 受尽风霜之苦 大路叫雨水浇着 双火山背心 又上了火 就得病了 因为问前提心胜 自己没有感觉 昨天晚上闯营 累得出了几身汗 寒毛孔都张开了 在野外为了行走方便 他摘盔卸甲 受了歇风 京城又用井八凉水 洗几个澡 心里惦记 刘金钉有火 再受点凉可就来病了 浑身起 鸡皮疙瘩打冷战 实在支持不住了 站起告退 黄舅啊 我打了一夜仗 又哭又罚 我想歇会儿 好 快 给他收拾屋子 让他休息 高军宝躺在床上 再也起不来了 浑身发高烧 闭上眼睛就是在前邸打仗 再不就是刘金钉要杀他 高军老病了 赵狂印和军事都不知道 为了叫高穷兴起 不让狐人进去 就这么 他睡了一天 中午没吃饭 到晚上还没起来 赵狂印派人去打听 君主下坏 万岁阳 高少爷病了 赵狂印赶紧照着一瞧 这孩子变样子 哎呀 眼窝塌下去了 面似黄前指 怎么叫也不行 用手摸了摸 不住 这孩子浑身滚烫滚烫 醒来苗重山 给他耗卖看力 苗重山说 高少爷得的是谢甲风 得休息几天吃点汤药 至少得五六天才能痊愈 就这么 太天给他煎汤熬药 整折腾一夜 君臣也没合眼 到了四日清晨 吃霸早饭 赵狂印张药参离 突然成败 惊鼓大作 杀声临天 赵狂印就是一了 就是这事 有人报信 万公 大事不好 南唐元帅林文山 讨调阵 讨口声声 叫高尊宝将军出马迎战 赵狂印心里着急 林文山来了 高尊宝现在病了 怎么能出战呢 哎呀 这可如何是好 书中交代 昨天啊 林文山打了一夜 不但没抓住刘天定 从那伤了战马 这口气没进口出 有人说了 昨天晚上闯连营是一男一女 你的刘军并出去了 高尊宝进瘦州了 找高尊宝啊 就这么 林文山 这才得讨离要阵 赶巧 高尊宝得了谢甲锋 起不来 赵狂印说 先生 你看怎么办 刘崇山就好办呢 不用为难 挂免战牌 闭门不出 掌后就兵 好 挂免战牌 是 免战牌刚挂出去 君主 爆 万岁 林文山把免战牌射掉了 苗宝善说 不用爆 再挂一块 爆 又射掉了 哎 再挂五块啊 赵狂印心里不好受啊 挂免战牌 说明叫人打胖了 认输了 挂一块不行 还挂五块 我这皇上太窝囊了 苗宝善说 万岁 大英雄能折能反 打不过 就忍着呗 我叫城投看看 说着 明洪扇 除了帅主 才叫城投 免战牌挂了五块 把林维善气乐了 我不射了 我射掉两块 才挂五块啊 白北市 前面 骂任 找几百个大档门的 站好了 一席 出城上喊 哎 宋兵听着 叫赵狂印 派高军宝出马 不出来 是狗虫 是贯虫 是尼姑生的 他们站着骂 坐着骂 躺着骂 趴着骂 这波骂累了 再挂一波 守城的宋兵 可气坏了 跳着脚的 冲着城下喊 见苗苗山来了 呼啦都过来了 冲是 我们实在听不下去 喝得拼吧 冲是笑了 骂人不疼 启示不灵 一点用都没有 你们要不爱听呢 用东西把耳朵堵上 他们骂 你们就笑 把他们气负了多好啊 对呀 宋兵用布卷 莲花鸟团 在耳朵堵上 趴在座口 冲着骂阵的长军 齐手挂脚 连说带笑 把唐朝的军独气坏 气得这样做嘛 谁也不骂了 林曼赛说 你们怎么不骂了 元帅 他们把耳朵堵上了 把我们的嗓子都哑了 他们听不着了 好 给我架云皮 攻城 打 是 南朝廷的如狼似虎 架着云皮 也望上爬 有着望上射箭 这回把宋朝军独吓坏 赶紧把耳朵里的东西掏出来 站在座口 往下看 吓得面无人设 为什么这么害怕 因为没有多少守城东西 守城头 需要挥平 奥子 果木雷石 鲁公 要剑 火剑 赵匡 印在寿州 被困六七年 天天守城 夜夜守城 林曼赛 是经常攻城 守城的东西 都没了 有多少也不够啊 后来实在没法 白天扔出去 晚上偷偷出来 再捡回来 搞反销 捡回来的少 扔得多呀 反复使用 十次的多 捡的少 东西用尽 又把城里的房子砸了 用房墓荡滚木 钻瓦石头 全用上 才走到今天 特别是 兵器缺防 有没有矿石链铁 将用些民用的铁器 回炉打造 日儿太软了 就这样的兵刃 五个里 只有一个 有兵器的 好不容易 打败敌人 五六次冲针 天哪 刚过五十 城头上 果木雷石灰瓶炮 他已经用尽了 苗童善 赵匡的一看 阵亡的君主 在城头上 横躺覆卧 有的趴在舵口 连死的台 握着弯弓 受伤的君主 东倒西歪 惨不忍悍 净死的军兵 一个个赤手空拳 二目无神 张光源 罗燕熙都来了 急着搓手跺脚 带伤了 尸首信 忍痛来观战 你看太可怜了 万岁 怎么办 赵匡应 龙目布满血丝 望着苗童善 君师 你这意思 苗童善说 实在不行 除城厮杀一阵 别再城内傻走着 咱们来个城破人亡 这就破府沉舟 决以死战 我带队 点炮出城 火公司头目赶紧报告 回去是 火炮用尽 火药也没了 您呢 就这么走吧 那可不成 连个响作也没有 怎么出去啊 这么在到炮仗库弄点鞭炮 放几个二皮脚 点几个麻雷子 蹭一蹦 有个动势 就冲去了 好了 大我心里明白 咱是肉包子打口 有去无回 到城外踢一阵 到自己要够狂了 上时间 具体上万名君主 一路段 丢回石破 转之送死 扎了着脑袋 哭脏了脸 咧着嘴 抱着尖 撑着脖子 等挨刀 后边是张光远 罗燕熙 药元祖 马学义 使魁使艳超 施手进 跟着苗童善 身后 就听着 啪 响起抱住声 可就出征了 他军臣到外边 要以死相亲 竟然如何 下回接着说